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清泉寒室 來到公園還可以來自 這就是以前的人在賣賣 模範 就是在說這 像像我們在說的水車 所以整個公園真的是蠻豐富的 現場看感覺不會那麼漂亮 但是拍起來還是挺漂亮的 主要是這些水都很清澈 然後水魔溝公園 它的高度在烏魯崩奇大概海拔六百九十 九十米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說 集它的自然風光 還有它的人文景觀 也有一些文化古蹟 還有它的民族風情都在這裡 其實歷史悠久 讓這個水魔溝的運動休閒旅遊區 就在水魔溝區裡面 成為一個蠻有名的一個名勝風景區 但在這水魔溝裡面 其實仔細看它有四山一水 可以看到清泉山、水塔山、紅橋山 還有溫泉山 加上這一條河 這一條河叫做水魔溝河 其實這個公園 它整個總面積大概是3.7公里 3.7公里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公園 它是有它的名勝、有它的文化 那你看他們已經大紅燈籠高高掛 為什麼要掛燈籠? 因為國慶到了 所以還有十九大也馬上到了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這麼重要 這個時候十九大不是這麼重要 是習大大變成習皇帝了比較大 所以在他們共產黨的黨章裡面 就有習大大的章程在裡面 所以我就說 這個習大大已經變成習皇帝了 然後通過就說 大家有沒有意見啊? 沒有意見啊? 就跟我們以前的國大一樣 來,有一件的請棘手 有一件誰敢棘手?不敢 其實這是人的文化啦 我們只是聊一聊而已 其實跟我們也沒有什麼大的相關 那這個我們就在烏魯木齊 現在已經在烏魯木齊的市區了 我們就說 還是把這個紅沙公園要建起來 然後呢 在山上進行種植了大片的樹木 原來從六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我們到這上面去 不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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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多看 對啊 我不要再做 你們就來 你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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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 我们的法班人员的 每个家人的艺术精神 我们现在上的就是 红山公园 红山公园其实在 新疆乌鲁木齐是一个标志 也是一个象征 红山公园其实 磁名得以红山的独特 它其实在乌鲁木齐的市中心 也是在乌鲁木齐河的东岸 它就像一条巨龙东西横卧着 高昂的龙头伸向河中 闲癌峭壁气势雄伟 这个山它的高海拔910.6米 山体 山体为二美丽壮观 就这样形容好了啦 就真的是这样 然后西端里面有一个 紫色沙热岩构成的一个颜色 就像红山一样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它奇特的山室 所以他们也把它视为 视为那个神山 看到这边这一块 这一块红色的沙热 其实就是它红色的由来 有没有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还是这个是山上的最高点 可以浮看整个乌鲁木齐 四期的整个景观 但是空气还不是很好 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就是红山公园 他们古人把它视为神山 因为这边真的是 除了有林哲喜的那个雕塑以外 还有很多的石雕 这里是新家 古鲁木齐的曼昂顿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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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公园漂亮啊 太漂亮 哈哈哈哈 漂亮 好漂亮 好大家都漂亮 好大家都漂亮 一百年 精彩一百年 谢谢你们 我们坐车 我们准备下来了 这里就是 所以我说 这边真的 红山公园 还是蛮漂亮 你看还有小孩子的游乐场 还有游乐区 这个叫做碰碰船 今天正好碰到礼拜天 所以大家都蛮开心的 前人立化 后人幸福 这个是谁的 忘记太快了 我自己都没有看 因为这个山就是 红褐色的原石 然后这个是 红山脚下的人工湖 叫蓝湖 里面有一个洞一个洞 像洞穴里馆一样 像Kabatokia里面的洞穴 看到哪里就会想到哪里 这是我们 呼噜木齐四期的街景 也是非常有设计的造型 第一座桥呢就是叫做西大桥 前面我们走过的这个地方 巴扎中有一个观光塔是巴士地方 那里呢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我们要去大巴扎了 这个今天是我们shopping的时间 我们要进去雪拼了 大家继续买 如果在大巴扎迷路 就要看这个标志 走到这边 对面停车场 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 这个就是大巴扎的路标 你看这个塔这么高 这个在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地标 大家要听好哦 我们小安在告诉我们 在国际大巴扎 去看民俗风情一条街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可以逛 这个大巴扎 全世界的这种市场都叫做巴扎 巴扎其实就是市场市场的艺术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琳琅满目 这个是石榴 这个是狼饼 这个是狼饼